2018年2月 美国佛州帕克兰市到格拉斯中学 金蝉校园抢击案 当地南佛罗里达太阳哨兵报 持续全面追踪报道 15号获得美国新闻界最高殊荣 普利兹公共服务奖肯定 川普常自夸是白手起家 只靠向父亲借的一笔小钱 就闯出庞大的房地产帝国 不过2018年 纽约时报一系列报道 拘控川普的财富 根本是帮父母开假公司逃水而来 获班普利兹解释性报道奖 纽约时报道 为了18月的投资 川普的资金 提供了自己的资金 并显示了一个商业 美联社记者阿尔里克齐 迈克尔与艾尔莫菲提三人 通货普利兹国际报道奖 他们以长达一年的系列报道 揭发夜门内战中的暴行 包括孩子饿得剩下皮包骨 贪腐官员却很心窃取 国际社会提供的粮食援助 路透社跟一举拿下两个奖项 我感到兴奋为华龙和卓索乌 但是它很甜蜜 因为他们还在检测 是490日 他们在检测 只为他们做的职业 所以我们最想要他们外出 路透社缅甸籍记者瓦隆和乔索欧 因调查缅甸军政府 对罗西亚穆斯林进行种族清洗 遭到当局监禁 获得普利兹国际报导奖 此外路透社应拍摄中美洲移民 辛苦跋涉前往美国的照片 获得突发新闻摄影奖 创立于1917年的普利兹奖 被誉为新闻人最高荣誉 更鼓舞媒体 持续用好新闻照亮世界的阴暗角落 大爱新闻 陆小平编译 大爱新闻人最高荣誉